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怎么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绿的 是绿的 就像五百万美元一样 是绿的 我还有些关系在哪儿 让我来对付这些家伙 你还不明白吗 安迪 这事用不着你来插手 你永远不要拒绝一个好警察对你的帮助 可你现在不再是警察了 安迪 只是个保安人员 拿着钱 别动警察 别落到我这种地步 我天哪 安迪 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工作 什么都没有了 我可不能落到安迪的下场 让工作见鬼去吧 我刚和调查局的人谈过了 他们的意思是 还让我们来主持这项调查 亨特 给麦卡点时间 别着急 他会回来的 我是凯利医生 给你人做完手术了 他怎么样了 他年轻强壮 身体素质很好 他会好的 什么时候能说话 等他脱离威胁以后 听着 大夫 杀人犯还在逍遥法外 他是唯一的线索 我明白 但必须耐心等待 明天早上再来吧 请问警长 车里有多少钱被抢了 他真是弗兰克拉西特的弟弟吗 所有商人的嫌疑犯 名字叫陆迪拉西特 他是两天前淘宝的弗兰克拉西特的弟弟 伤势很重 目前正在抢救之中 警方打算怎么办 等他神志清闲以后 我们会设法向他询问一些问题的 我对摄影机说吗 这个重要的犯人现在被我们控制了 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胜利 他妈的亨特 情况许可时 他将被转移到其他地方见见 进一步的情况 嘿 头儿 我刚刚从太平洋保安公司 调查了Masters 让我猜一下 他清白得像纸一样 他是他们最有经验的保镖 可为什么像拉西特这样的 白人约约主义者 和一个黑人 我会想出五百万个理由 是 我知道 可是肯定会有人牵线 那就找吧 找找 过哪找 亨特 有时间吗 当然 关于麦康尔我感到很遗憾 他是个好警察 最好的 我知道现在说这个不太合适 你知道亨特就是因为失去能力而离职的 你觉得咱俩搭档怎么样 停着 我保证每天刷牙并且洗澡 你是个好警察 但是麦康尔不会退职的 他只是在度过艰难的时光 对吗 我希望你是对的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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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我来的不是时候 是的 我正在想 想一些事情 我可以 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进来吧 出去吃顿饭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开始出去吃饭了 我们很长时间没这么做了 亨特 我明白你在做什么 但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我们搭档已经很久了 共同度过了许多难关 好吧 我可以出去吃点东西 我去拿外套 你等着 很好 医院里见 我会打电话给你 好的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这多热闹 我们没机会把他救出去 弗兰卡会想出办法的 我告诉你 他已经走了 你以为这种情况下 他还会在这待下去吗 你真是疯了 进展怎么样 卢迪发誓说弗兰卡已经远走高飞了 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我记得你 你是亨特对吧 你打伤了我 你应该杀了我才对 那为什么 因为我会杀了你的 你可以用你所有的钱来打赌 你要在监狱里完成这件事吗 再说我也没那么多钱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 亨特 我有办法的 要干嘛 给他们送心 反正我有办法 没人在这儿 因为他们都跑了 你是真正的失败者 你说谁是失败者 你自己清楚 弗兰卡把你抛在这儿 自己带了五百万 到天堂去了 走吧 查雷 那并不意味着什么 我告诉你 我哥哥他爱我 你懂我的话吗 他爱我 亲爱的 是我 你怎么往这儿打电话 没关系 我用的是收费电话 我吓坏了 不能离开这儿吗 别害怕 我们会离开这儿的 当我拿到我应得的那份钱 我不在乎钱 那笔钱是我们的未来 亲爱的 想想吧 我们家用不到再为任何事发愁 永远 我爱你 别担心 亲爱的 一切都会好的 你弟弟跟我有什么关系 事先说好的 一完事我们就分钱 等我把我弟弟救出来就分钱 我说你疯了吗 你现在被严家看管着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定会有办法 你想要钱 那就想个办法 我没看见你进来 是 我来晚了 我以为人会很多 很高兴你能来 对不起 你是麦卡尔警官吗 是的 我是安德瑞亚 安迪的女儿 你可能知道 你对她很重要 她对我也一样 这是亨特警官 你好 你好 见到你真好 见到你真好 对你父亲的事我很遗憾 谢谢 别难过 你刚才很冷淡 他不是我喜欢的人 这是为什么 安迪告诉过我 他女儿对他非常苛刻 是安迪的晚年并不幸福 也许是有理由的 安迪不是最伟大的父亲 这我知道 但他退休以后去找女儿 他并没有张开双臂欢迎他 如果他那样做了 也许 也许他现在不会 不会躺在这儿 你自己多保证吧 亨特儿 你自己多保证吧 亨特儿 回头见 你也保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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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擅长干什么吗 我想解释一下你目前的处境 你已经见过巴斯先生了 他热衷于对女人做某些事情 他想单独跟你待一会儿 还有 在那扇门的后面是文戴尔和莱洛 他们也想跟你玩一玩 能阻止他们的只有我 亨特儿 你的电话在二号线 那个人说有要紧事 谢谢 亨特 说吧 是我 亨特儿 你是谁 别跟我玩游戏了 我要我弟弟 查理 二号线 二号线 陆迪要回监狱 你也一样 你这么想 等一下 有人要跟你说话 亨特儿 是我 卖口 卖口 他妈绑架了我 你明白了 我们要做一笔小小的交易 等等 拉西子 我们来谈谈这事 我们可以谈 可是不是在现在 以后才跟你讨论细节 好 谢谢 很抱歉 警官 我们不能做交易 局里有规定亨特 我们不能这么做 是的 我知道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接近权力优先解决 我们尽可能的帮助你 这是看我们的了 恐怕只能这样 我给你拿好吃的来了 我的手困着没法吃 这些有法吃了吧 你闻起来很香 我想一个人吃可以吗 你的皮肤很柔软 你真美啊 请别这样 来吧 我以为你喜欢这样 我警告过你 把死 够了 你别管我 弗兰克 我不想说第二遍 滚出去 好吧 谢谢 别谢我 女士 我要是 要不回来我的弟弟 我会让巴斯 得手大 警察 警长 马斯特斯查清了 我想我知道该怎么连起来 以前马斯特斯曾向康布顿警察局求过职 他是用麦克尔摩达克作为他的推荐人的 麦克尔摩达克 没错 马斯特斯曾经是威克监狱的警卫 这些年我推荐过许多人到外面整工作 他是第一个出问题的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要知道马斯特斯的朋友们都是谁 正如我所说的 我们的关系没那么好 我可以帮你查一查 不论你做什么 我希望快点 我记得来 我记得了 再走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去哪儿 迈克尔在哪儿 那边 好吧 我给了你一张王牌 我要我那份 我告诉过你 就是卢迪才能分钱 听我说 弗兰克 亨特今天到监狱去了 他知道莫斯特斯是警卫之一 他把我和他联系起来了 你有麻烦了 我只要说一声 你就会受到特殊照顾 现在趁你活着 给我赶快离开这 这是亚利安组织的成员和姓名地址 包括所有在西海岸的 还有华盛顿的 我们正在调查他们 这永远查不完 亨特 这是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 这还不够 亨特别着急 我们一定能把他救出来 如果迈克尔在这儿 他会有个主意的 他只有一个眼神 没必要说话 我们就是这么默契的 大当剑就是这样 等会儿 等会儿 说吧 仔细听着 我只说一遍 我要你把我的弟弟带到斯维斯街和亚当街的岔口 在那儿有个电话亭 等在那儿 我会打电话通知你 你有一个小时 你弟弟现在很虚弱 照我说的做 不然我杀了他 我带他去 你怎么了 我没时间了 查蕊 我不会批准这事的亨特 我没指望你会 你知道这太危险了 我别无选择了 对不起 亨特 我是德湾警长 原定由巴特勒警官押送陆迪拉西特去县医院的决定 现在有变动 由亨特警官执行 完毕 谢谢 谢谢 走吧 陆地 去斗斗风 我喜欢斗风 你们要干什么 碰到警官 站住陆地 我不明白 这个任务本来是巴特勒警官的 为什么换了亨特警官 很简单 因为鲁迪拉西特已经不是被转移了 我不明白警长 我们是要用他去交换马考尔警官 我不能让拉西特杀了马考尔 即使违反规定也要这样做吗 没错 而你知道一切 我知道 我明白了 今后怎么办 谢谢巴尼 我一会再打给你 帮你将把掠地的尸体作为将多二存放起来 大夫 剩下的事你能处理吗 记录上写着拉西特在一个单人病房里 我负责让那护士们保密 我们会派足够的警察守在那的 这样我们可以赢得几天的时间了 如果拉西特相信的话 他必须得信 我在这儿 我弟弟跟你在一块吗 我们这儿有点麻烦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正准备带他去你那的时候 他开始大量的出血 现在必须要马上动手术才行 你在撒谎 亨特 他在我这儿 你要是跟我捣乱我就杀了他 拉西特你不想要移去你弟弟的尸体吧 他需要手术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你最好别对我撒谎 你必须要相信我 怎么相信你 你弟弟他需要时间 你得给他 我一会儿我找你 我要和曼康尔说话 是我亨特 听我说 等卢帝手术完情况稳定之后 我们就做交易 会成功的 布兰斯基大夫主持这次手术 懂了吗 上星期二见过的大夫 好了 现在你给我听清楚 你们最好祈祷他能治好我的弟弟 到时候我找你亨特 记住 治好我的弟弟 莱伦 警察可能在跟我们捣乱 必须查清楚 你是这儿唯一没有纹身的人 好吧 老习的 你干吧 谢谢 谢谢 如果我是你遇到强盗抢我钱包的时候就给他 所以你说吧 大夫 你肯定麦康尔没给你错误的信息吗 麦康尔跟我说上星期二见的医生 上个星期二我们去威克监狱 见了莫达克和典狱官 不会是Johnson 他是本系统最优秀的典狱官 我知道 一定是莫达克 我得到了你的口信赛克斯 你要什么 弗兰克把你的钱准备好了 那当然 可你为什么改变主意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弗兰克是个公平的人 你不是想得到你那份吗 弗兰克不喜欢分享 听清楚了吗 不喜欢分享 知道是谁干的吗 你最好问问墙壁 没有人看见或者听见任何事 我只是不相信莫达克会卷进此事 五百万美元对任何人都是很大的诱惑 这抽屉干嘛锁着 我去拿钥匙 算了吧 来看看 房租收据 你是怎么查出 莫达克 莫达克和我的试的 他为这付房租 有他的收据 所以我想这并不难查 对吗 所以你拿这个和他做交易 现在不必了 莫达克死了 莫达克死了 我的天啊 拉西特杀了他 莫达克会对我怎么样呢 你是怎么认识莫达克的 怎么认识他的 我从不去探望弗兰克 但过了一阵子 我开始为他感到难过 我想 无论是谁都需要陪伴 所以我穿上漂亮的衣服 去监狱看他 但还没走到那儿 我又开始感到害怕 害怕弗兰克会误解 我要跟他和好 我走进一家小店 要了杯咖啡 坐下来想 我到底想干什么 这事 他进来了 我们开始谈话 他真是好人 这就是莫达克 我们就是从那儿开始的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 他在监狱里工作 他对我好极了 还记得马康尔警官吗 记得 拉西特绑架了他 如果我们找不到拉西特的话 他就会杀了马康尔 在纽浩尔有个农场 利卡夫要扮营林员 嗨 有人吗 嗨 有人吗 进来一下 我说你在嚷什么女士 请你给我解开 我得给你解开 是吗 你想把我怎么样 我随时都可以把你杀了 你要是杀了我的话 你的目的就永远达不到了 你挺聪明的 女士 好 好了吗 谢谢 你跟那个混蛋亨特关系很好 是吗 我们俩是搭档吗 好 陆帝跟我关系也很亲密 是的 在我们小的时候 我的父亲喝醉了酒回来打我们 我就为陆帝挺身而出 保护他 陆帝长大了也为我出头 我可以为陆帝去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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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带路也回来了 快跟我说说 法恩卡 我得告诉你 真是非常不幸 陆帝 陆帝他死了 是被亨特打死的 就这样 打死了我弟弟 是的 哦 好 哦 买的药 好 四处看看 好 死了不到半个小时 他们离开这没有多久 上楼看看 拉起他干嘛杀掉自己的人 报告警长 我们查了后面 这地方没人 看来不会再有别的人了 马可尔没死 他还活着 可他在哪呢 谋杀组亨特警官 不 他不在这儿 几个小时以后回来 好的 我告诉他 不客气 是安德森的太太 要他回去的时候 买一点婴儿食品 婴儿食品 这是个问题 你不喝点咖啡吗 谢谢 你干嘛不回家休息一下 这儿有我呢 这种时候我能回去吗 亨特 你杀了我弟弟 麦康尔在哪儿 如果你想见他 你就来找他好了 我们在哪儿见面 等我准备好 现在你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到菲格拉赫第三节拐角处 买一张报纸 等在那儿 你这纯粹是感情用事哼的 你没有任何保护 他随时可以打冷枪 放心吧 头 我想他是不会的 在我走到他面前之前 他是不敢碰我的 李德森这玩意半斤有多大 一英里之内都能听得见 不过再远就困难了 亨特车里有一种装置 我们可以跟踪他的 我还是觉得这事太冒险了 我自己会小心的 只有二十分钟了 好的 我只有二十分钟了 我得走了 好了 快点 给我张报纸好吗 你要哪种 哪种都行 你看不懂一地语 行了行了 可以了 七十五美分 好了 不用找钱了 这里是报刊杂志厅 亨特警官来了 不 你打错了 这儿没亨特警官 我就是 好了 谢谢 使我 你说吧 你拿着报纸呢 对 拿着呢 走吧 你用另一只手 把那个电线扯掉 快点坐 照我说的坐 来 KMA 367 好了 我干净了 怎么回事 不知道 这是我喜欢的 一个听话的警察 街对面有辆卡车 钥匙在上面 留给你的指示在车里 你按照指示去做 你有十五分钟 你只要走进那山文恒那儿 我待在那地方能看见四周 如果感到有第二个警察 你的那个搭档就死了 谢谢 快点 我们走 不过这儿 不过这儿 快点 立枪 啥 cadence 金 我看你 我看你了 亨特 亨特 我随时可以翻掉你 亨特 你想找到他吗 亨特 你就沿着黄色路线走 上电梯 亨特 上楼去 你找到我的人了吗 亨特 他们不关心的路线 他们只关心钱 所以我把钱给他们了 来吧 亨特 再近点 你就要完蛋了 你第一次不远了 亨特 我看你了 亨特 我看你了 亨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这儿来 亨特 他在等着你呢 你看见他了吗 亨特 你死定了 亨特 你死定了 亨特 京权在一间屋子的地板下面找到了五百万美金 这真是个好消息 最好的消息是你没事 去吧 我还是希望你能回来 我会最想念你的 但我对工作的看法没变 照顾好你自己 亨特 亨特警官 是我 莱弗罗尔太太 你好 你好 我想找麦卡尔警官 他在吗 他不在 有什么事吗 我在收拾父亲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警徽 这个警徽对他来说很重要 我很爱他 可我想把他送给麦卡尔 替我给他好吗 可以 你知道以前我常嫉妒他们的关系 好了 我得走了 谢谢你 莱弗罗尔太太 怎么 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儿 一个警官的直觉 是安迪的 安迪的女儿要我把这个送给你 我们谈到了她的父亲 有意思的是 她说她很爱她的父亲 为什么要把她给我呢 因为这就是安迪 干嘛要欺骗自己 不仅仅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我 安迪的孩子们希望她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可她看不到这些 如果她看到的话 她会发现有许多东西 让她活下去 但是安迪不愿在家险待着 所以她出来了 但她已经不是一个警察了 她又不能面对这个现实 所以我说 真正杀死安迪的 不是工作 是她自己 如果你不想干警察这一行的话 随你便 但不要受其他人失败的影响 知道吗 你说的有道理 去吃午餐怎么样 我们都需要她 我说 sie 来 去下山 帖子 叫 开山 禅宫 帖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